好難形容的一個味道喔 我完全 沒有吃到大蒜味欸 還蠻一般的 還有本身披薩的這個味道呢 算是蠻重的 沒有讓我感覺非常的驚豔 大概就是 一般的披薩 本來預料中 給它更高的期望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是必勝客在萬聖節推出的 期間限定商品 愛吃鬼湯圓蒜頭雞披薩 首先呢看到這個外表 我覺得可以算是必勝客 在近期推出的披薩裡面 長得最特別 也最有特色的一個披薩 光是看到它的外表 看起來像眼睛的東西呢 你應該就會很好奇說 欸這個披薩到底好不好吃 那它主要呢 就是會有幾樣東西 像是湯圓 然後還有這個雲林的小農蒜頭 然後呢還有這個蒜頭雞 那不過呢 它還有用上一個醬 然後把它塗成一個 像蜘蛛網的形狀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造型呢 真的是非常符合萬聖節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吧 登登登 我們的Pizza本人來啦 我好期待它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打開它吧 登登登登 我想到了 它其實跟我們之前拍的 那個Oreo的形狀 是蠻像的 就是因為Oreo 也是在這個邊邊角角的部分呢 去放上一整顆的Oreo 然後它這個呢就是在邊邊角角上面 放上 各個 芝麻湯圓 這其實長得蠻像的 那唯一的缺點呢 也跟Oreo一樣 就是 其實 以大Pizza來說呢 它算是有點小的 有點稍微縮水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上面料的部分 蒜頭很多耶 它裡面這個蜘蛛網呢 再搭配蒜頭 還有雞肉呢 其實看起來料是蠻豐富的啦 好接著呢 我們看到這湯圓的部分 應該是有做稍微烘烤的 進去跟Pizza一起烤 所以呢 它湯圓上面 都稍微有一點點微脆微脆焦焦的感覺 那我們就話不如說 直接來吃吃看囉 我一直很好奇 這個黑色的醬料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醬料 我們直接來吃吃看吧 好難形容的一個味道喔 欸因為我一開始認定的是 只要有大蒜在的地方 應該是 所有味道都會被大蒜給覆蓋過去 剛剛吃這一口 有大蒜的情況下 我完全 沒有吃到大蒜味耶 這好奇怪喔 因為Pizza飄出來的時候 大蒜味是非常明顯的 可是當你真正吃下去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什麼太重的大蒜味 還蠻一般的 因為主要它Pizza的餅皮 還有本身Pizza的這個味道呢 算是蠻重的 由於剛剛呢 我真的吃不出來這個醬料 到底是什麼醬 所以呢 就偷偷的上網 Google了一下 結果答案是 黑凱撒醬 真的是太讓我驚豔了 因為我當時一開始看到這個商品圖 我覺得 這個醬料 只有可能是兩種東西 第一個就是巧克力醬 那第二個呢 就是芝麻醬 畢竟要配合它這個湯圓 結果是黑凱撒醬 想不到 真的是想不到啊 不過呢這凱撒醬在Pizza裡面 也不是主角啦 所以整個這樣吃下來呢 其實我沒有感覺到有凱撒醬的味道 那說說它的口感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呢 它送來的時候 可能已經有一些些的冷卻了 所以吃起來沒有讓我感覺非常的驚豔 大概就是 一般的Pizza 然後呢 你在吃到雞肉的時候 雞肉本身會帶一點點蒜味 可是 蒜頭的部分 反而沒有什麼蒜味 它這個特色 就沒有那麼的明顯 我覺得有點小小的失望啦 因為本來預料中 給它更高的期望 比你長得這麼漂亮嘛 我們接著最後最後 來吃吃看它這個重頭戲 湯圓的部分 看看加上這個湯圓呢 會不會把這個Pizza給加分一下 先說結論 我覺得跟Oreo比起來的話呢 可能Oreo會讓我 比較喜歡一點點 這個湯圓呢 它不像是我們一般認知的 煮在湯裡面 咬下去會爆漿的湯圓 其實我估計是因為 它已經做過烘烤了 所以呢 它裡面的餡料 已經算是凝固了 然後外面的部分呢 還算是蠻Q彈的 只不過我覺得它的味道呢 還是有點分離 我會先吃到湯圓這個Q彈的麵皮 然後接著再咬下去呢 會吃到芝麻的味道 那再接下來呢 才會是Pizza餅皮的味道 它其實沒有融合 一般般吧 我覺得沒有到很驚豔 但說難吃嗎 不難吃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Pizza開 Pizza 好 那我們今天的Pizza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賣一個 氣氛跟節慶的啦 萬聖節買來還是很有Feel的 只不過口味上呢 比較沒有對我的味道 我覺得就是很普通的一個Pizza 加了一些蒜頭 然後加了一些雞肉 然後再加了一顆湯圓 分開去做出來的一個Pizza 並沒有讓我覺得說哇 有蹦出什麼新滋味的那種感覺啦 不過還是要再強調它的賣相呢 實在是很漂亮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次必勝客出的這個造型 那最後我們給它一個評分 我個人覺得大概是 7.6分吧 及格範圍上 沒有什麼特別經驗的部分 所以大概就7點多分吧 那它的價格方面呢 是479元 其實不算很貴啦 還可以接受 應該三四個人分的話 還是算吃得夠的 那目前呢 是只有這個PK雙翔卡上面的會員 可以做訂購 然後10月11之後 這個店家或者是實體門市 都可以直接去做購買了 如果對這個Pizza有興趣的 就去嘗先看看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飄出來的味道 都是大蒜味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吃完 千萬不要去這個 找男女朋友 不然呢 你可能會跟他一說話的時候 嘖 對 恭喜你 特別感謝 有沒有 而且